本周四,安省政府在女王公园通过了关于强制学校后勤人员签订合同的省级立法。该立法包括一份4年的合同,并将禁止罢工。如果工人不遵守,将被处于高额罚款。 根据理议的法律规定,代表工人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Cube成员,有可能面临着每天最高4000多元的罚款,而工会可能要面临每天最高50万加元的罚款。 自本周一以来,由于工会发出的限制5天的罢工通知,福特政府一直在推动有关恢复工作的立法,以避免因为工人离开岗位而导致的教育系统的混乱。 但最终的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Cube表示,尽管立法将使罢工成为非法,但是他们仍然计划在周五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 其他几个工会,包括目前正在与政府谈判的教师工会,如北美劳工国际联盟等,也明确表示将支持Cube的反抗。 来自安大略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的超过8000名的教育工作者将在周五罢工,以声援Cube成员。 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对新立法表示谴责,并且要求福特政府立即撤回该法案。 该组织的执行董事诺亚·门德尔松·阿维夫说,政府正在侵犯工人们结社自由和心脏的权利,而这场灾难很有可能渗透到安大略省之外,来自整个加拿大地区。 Cube的最新消息显示,福特政府目前已经拒绝了工会的最新提议。 教育部长斯蒂芬·莱切在其周三的发布会上表示,除非工会取消行动, 否则政府将不会进行谈判。 Cube安大略省学校董事会工会理事会主席劳拉·沃尔顿的态度也很强硬, 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将在周五开始罢工,直到达成协议。 不仅如此,工会还打算于本周五在国会前进行游行抗议, 工会包括大约55000名教育工作者,包括图书管理员、幼儿教育工作者、教育助理和保管员。 如果工人们离开工作岗位,将迫使大多数GTA学校关闭, 进行现场学习。总理办公室称,这对于疫情后正在缓慢恢复的线下教学将是严重的打击。 本周四,安占政府在雷王公园通过了关于强制学校后勤人员签订合同的散级立法。 该立法包括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并禁止罢工,如果工人不遵守,将会被处于高额的罚款。 根据法律的规定,代表工人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成员可能会面临每日最高4000家元的罚款, 而工会可能会面临每日最高50万家元的罚款。 自从半周一以来,由于工会发出的限期5日的罚工通知,福特政府一直推动有关恢复工作的立法, 以避免因为工人离开纲位而导致教育系统混乱,但最终的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CUP表示,尽管立法将使得工人成为非法,但他们仍然计划在周五离开工作纲位。 其他几个工会,包括目前正在和政府谈判的教师工会、余北美劳工国际联盟等,也明确表示将会支持CUPE的反抗。 来自安大利亚省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超过8000名教育工作者将会在周五白工,以声援CUPE成员。 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对新的立法表示谴责,并要求福特政府立刻撤回该犯案。 该组织的执行董事,诺亚·门德尔·从亚维夫说, 政府正在侵犯工人们结社自由和宪章的权利,而这一场灾难可能会滲透到安大利亚省之外,乃至整个加拿大地区。 CUPE的最新消息显示,福特政府目前已经拒绝了工会的最新提议。 教育部长史提芬·来泽在其周三的发布会上表示,除非工会取消行动,否则政府将不会进行谈判。 CUPE、安大利亚省学校董事会、工会、理事会主席、劳拉·霍尔顿的态度也很强硬。 如果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将会在周五开始罢工,直到都达成协议。 不单是这样,工会还打算在本周五在国会前进行游行抗议。 工会大约有5万5千名教育工作者,包括图书管理员、友谊工作教育者、友谊助理和保管员, 如果工人离开工作崗位,将会逼使大多数GTA学校关闭进行现场学习。 总理办公室说,对于疫情后正在缓慢恢复的线下教育将会是严重的打击。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网络的线下教育的线下教育。 我们不需要学习线下教育。 所以我们可以用来购习线下教育方法。